近来 关于卡米拉的儿子汤姆 要求母亲享受国葬待遇 并且由威廉执行的仪式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 但是威廉一直没有答应 反而是联合姑姑安妮 决定先不给卡米拉设定葬礼的代号 这样也就意味着卡米拉将不会享受待遇 但是威廉为了让卡米拉和汤姆彻底死心 又为汤姆准备了一颗顶星丸 这也意味着卡米拉将彻底无缘国葬 这件事不但让民众大快人心 同时也显示了威廉惊人的能力 这些天有关威廉想要将丹娜的墓地 迁回王室大教堂的消息 引起了广泛关注 而令人欣喜的是 威廉的舅舅斯宾塞似乎在默默地 支持她的这一想法 斯宾塞最近晒出了戴安娜墓地的最新照片 虽然墓地本身没有受到任何破坏 但却显得十分冷清 这一举动似乎在暗示威廉 她应该尽快将戴安娜的遗体 接回王室大教堂 斯宾塞希望戴安娜能够回到王室大教堂 与她的孩子们团聚 让她永远享受王室后代的祭拜 这样的支持对于威廉来说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戴安娜是她的母亲 也是英国人民心中的偶像和象征 将她的遗体迁回王室大教堂 不仅能够满足公众的期望 也能够让威廉感到安慰和满足 她可以通过这样的举措 向母亲表达她的敬意和爱意 同时也能够让戴安娜在王室的氛围中 得到更好的安息 威廉无疑会注意到斯宾塞的支持 这将进一步坚定她将戴安娜 接回王室大教堂的决心 尽管这个决定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和讨论 但威廉有权利为自己的母亲 做出这样的决定 她的舅舅的支持 也将给予她更多的勇气和动力 去追求这个目标 希望威廉能够顺利实现她的愿望 让戴安娜能够回到王室大教堂 与她的家人团聚 这将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也将成为英国王室历史上的一段重要篇章 1997年 戴安娜远命巴黎后 由查尔斯乘专机运送回英国 随后安葬在她的家族墓地 北安普敦郡的奥尔索普 戴安娜王妃的安葬地 是斯宾塞家族墓园中的一座湖心小岛 这个地方环境清幽宁静 自从戴安娜去世以来 这个地方成为了人们缅怀她的重要地点之一 哈里曾带着妻子梅根来到这里 一同祭奠母亲的墓地 据报道 梅根甚至曾躺在墓碑上 说她能感知到戴安娜王妃的灵魂 这样的举动充满了深情和敬意 展现了梅根对戴安娜王妃的尊敬和纪念 对于梅根来说 戴安娜王妃不仅是哈里的母亲 也是一个伟大的公众人物 她的善行和她对待弱势群体的关注 深深地影响了梅根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戴安娜一直在那里孤独地度过 现在未来年打算将她接回王室大教堂 也算是对母亲的一种安慰 毕竟在英国民众只承认戴安娜 尽管她没有走到加冕王后这一步 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民众心中的王后位置 至于卡米拉 她将会是一个彻头彻尾失败者 活着不受人尊敬 死后王室也不承认她的位置 众所周知 凯特和卡米拉之间 宫斗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当年卡米拉嫁入王室的时候就开始了 直到如今卡米拉加冕了王后 两人的战斗还在继续 只不过如今卡米拉年岁高了 或许要输了 对于凯特来说 她或许从未把卡米拉当成一个真正的婆婆来看的 哪怕是记忆的 因为她内心里只认定了戴安娜一个婆婆 即使她走了这么多年 但是凯特对于她的尊敬却丝毫未见 从她这么长时间的表现就能看出来 而卡米拉对戴安娜有着一种难以表明的态度 卡米拉从戴安娜手里抢走了查尔斯 这是不争的事实 从别人手里抢男人 这本来就是一件愧疚的事 其次在离婚一年后就出车祸死了 所以或多或少 戴安娜的死和卡米拉有点关系 因为戴安娜有着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 所以一时间卡米拉就成了被讨伐的对象 于是卡米拉开始反对和戴安娜有关的一切事宜 其实站在一个常人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却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办法 她和凯特的之间的宫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加冕仪式的前夕 卡米拉就预感到加冕仪式上 凯特肯定要致敬戴安娜 于是她提前就下令禁止佩戴和那个女人有关的一切东西 只是命令是下达了 但凯特在当天还是佩戴了戴安娜生前最喜欢的南海珍珠尔恋 但这只是个开始 接着在后来的画展上还有音乐会上 都是佩戴着和戴安娜有关的配饰 试想一下卡米拉当时有多少生气和绝望 但最让卡米拉生气的就是凯特在约旦王储婚礼上的大放异彩 凯特的出席直接秒杀了其他国家的王室成员 无论是气质还是颜值都要完胜其他女人 而这一次凯特依然是带着戴安娜的珍珠泪 回国后凯特也因为这一行为自己增加不少支持率 卡米拉面对凯特的这些行为就像一个无声的巴掌一次次抽打在她的脸上 而卡米拉对这一切却没有丝毫的办法 只能默默地咽在肚子里 终于这种无声的打击再也让卡米拉受不了了 据皇家御医爆料 王后最近经常感到神经紧张 她迫切需要调整心态 否则她担心自己会被儿媳妇逼疯 卡米拉对凯特每逢重要活动都佩戴戴安娜的珠宝首饰感到非常不满 据悉每次王后看到凯特戴着那些珠宝 她都会产生一种戴安娜无处不在处处在的错觉 这让她感到非常困扰 为此她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如果不能把身体状态及时调整过来 那么卡米拉将考虑退休了 对此凯特也做出了回应 她表示这一切不是自己故意设计的 至于佩戴首饰 那是因为自己单纯的喜欢而已 同时自己是王室珠宝的掌管者 自己喜欢戴什么就戴什么 也许这就是凯特的聪明之处 成功地打脸卡米拉后 又表示自己是无辜的 卡米拉也意味着在这场婆媳大战中 输得一塌糊涂 其实卡米拉完全可以不在意这些 自己已经站在了权力之巅 还要和一个离去二十年的计较 结果到头来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